大盛朝十四年 故致当位 上海安眉 国泰已安 百姓安居乐业 本无百官无不称赞 皇族一脉 也因此此四年后 不好了 不好了 三慕主落水了 什么 快叫人救上来 公主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皇定饶不了你们 曾经是堂堂中医世家针灸传人 没想到 阴差阳错在大盛朝当了三公主 本只想吃吃喝喝活下去 却不小心掉入河花池 成为史上最短命穿越者 哈 我不会就这样咯屁了吧 三公主 该吃药了 万万没想到 我居然活了下来 公主 是奴婢对不起你 奴婢下辈子一定为你做牛做马 是谁的声音 难道是 是女的心里话 莫不成这次淡淡不死 还喜提毒心术 三公主 昨日你落水受了风寒 这药可要赶紧喝了 身体才能恢复啊 赶紧 窗子看热好了 你过去帮我关一下 药里被人下了毒 刚刚我好像能读心术 我再测试一下 云秀 你会忠于我一辈子吗 当然会啊 公主胡思乱想什么呢 难道我露出了什么破产 不可能啊 她才三岁半的孩子 果然 不懂什么 看来那天落水也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想要伤我灭口 是要太苦了 公主才不肯喝吧 我带了蜜剑 我本来想着不需要你一生为我做牛做马 等你年龄到了 求着娘亲给你指一个好人家 若你不愿 将来我出宫开府 便让你执掌衣服 做个内管家 公主 公主都知道了 她是怎么知道的 公主 你不肯喝药 我只能强惯了 奴婢对不起你 但是你今天必须死 什么 既然知道对不起我 你还让我死 这下可抓到你了 看你还怎么跑 作孽呀 说得这么忠心耿耿 终究还是要来害我 唉 这皇宫真不是人带的地方 要不是昨日落水 突然有了毒心术 今天这条小命就再在这儿了 音音音 没想到公主也是个高威职业呀 喂 好重 奶奶 娘亲 完了 我要被徐贵品当成妖怪烧了 快闭上眼睛 娘亲 我好怕 云秀姐姐她说我一定得死 还要强心让我喝毒药 娘的乖乖 不怕啊 竟有人丧心病狂下毒害一个孩子 我就算拼了这条命 也要保护好我女儿 可怜天下父母心 以后就好好孝顺你吧 娘亲 没事 我不怕 后宫人情凉薄 还好老天锤炼 给了我一个这么懂事可爱的女儿 不过奶奶年纪轻轻 是怎么把云秀弄成现在这样的 啊 徐贵品她察觉到了 娘娘 这 这是怎么了 别声张 你先抱奶奶到门外等我 娘亲 我不走 公主听话 娘 娘亲 无论如何 不能让一个宫女影响了 奶奶的名声 娘 娘 娘亲 宫女云秀下药谋害公主 在追逐过程中 不慎磕到捉脚而死 乃自作自受 你去回禀皇后 本宫绝不善罢甘休 定要查出幕后凶手 娘亲不怕 我去找父皇做主 平时看见小鸟受伤都会落泪半天的徐贵品 竟为了保护我 竟为了保护我 做到了这个份上 傻孩子 你爹爹 可和旁人的爹爹不一样 其他公主 不许胡说 年轻 您亲手缝织的那身 翡翠烟螺起云裙 拿来给我穿一下 既然不得宠 也要遭人嫉妒下毒手 那不如就去争一争皇帝老爹的宠爱 是哪位大臣的女儿吗 从哪跑来的 请问这位 小姑娘你找谁 我来找爹爹 苏格老此时啊 正在大天议事 是不是他家的女儿 可苏格老不是年过六旬吗 年过六旬怎么了 前两天还听说苏格老 他骂了个气 真的吗 苏格老平时可是一本正经的 完全看不出来 没想到古人也这么爱吃瓜呀 要不是姐还有事 真想帮你小板凳在这儿听个够 小萝卜头呢 对啊 算 这辈子再也不想爬 这么长的楼梯了 四位哥哥 我要上去 他帮我上去 皇上正在和苏格老商议钥匙 你现在不能进去 知道吗 好可爱 要是家里那个凶悍妹妹 能像她就好了 苏晴 这一次客举选拔 就有劳你了 必不负陛下所托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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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女儿 娜娜 这 苏晴家的孩子 甚是可爱 就是胆子大了些 公归森严 苏晴 还是早些将她带回去吧 这 这并非老臣的孩子 老臣不认识她 请皇上明见 前阵子你纳妾本王都听说了 不是你的还能是谁的 老臣冤枉 孩子 你方才叫谁爹爹呢 我叫 是本王的女儿 这眼睛 长得的确和皇上有几分相似啊 大公主已经十岁 二公主我经常去探望 五公主 好像尚在强保 本王想起来了 你是老四对不对 大猪皮子 对你个头 看这副表情 本王应该是猜错了 放肆 小小年纪 怎可如此没有规矩 还从未有人 在本王面前敢这般生气 这 这孩子也太可爱了 我再也不理父王了 本王知道了 你是老三 父王真的记得我 记得 当然记得 圣 圣上经无半点动怒 本王怎么可能会忘 前些日子你落了水 还是本王叫人把你救上来的 父王 你现在才想起来了 本王 本王今日事务繁忙 抽不开身 本想着今日就去看你呢 骗子 都是本王太忙了 你要什么补偿 本王都满足你 不过 你得先原谅本王 说话算数 本王乃一国之君 一挪千金 当然算数 爹爹 外面冷 我们进屋说吧 现在的小孩变脸也太快了吧 如此机灵的孩子 以后肯定大有福气啊 皇上 龙体要紧 它太重了 我替您报吧 不必 女儿才这么点大 本王报的都 以后只要女儿你想吃什么 随时都能来找本王 好 这个皇帝爹爹长得都还挺帅的 楠楠 你的学名叫什么 学名 什么是学名 皇子公主们只要到了三岁 皇后和太后便会赐名以示尊贵 你三岁半了 还未赐你学名吗 本王亲自给你赐名 本王瞧你灵气欲笑 就叫顾灵 如何 小姐夫 你那是什么表情 本王给你取的名字不好吗 娘亲身旁 有个小宫女就叫灵儿 这三公主也太大胆了 圣上可是一国之主 何时被人嫌弃过呀 不过上一次皇上给大公主赐名叫顾淡淡 后来大公主偷偷躲在猪草面窟 你这孩子 父皇慢慢想 不着急 灵儿就先做我的小名吧 等父皇想好了再来找灵儿 灵儿先回去了 傻愣在这做什么 好 我去找人 护送三公主回宫 今晚皇帝会不会来找娘亲 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我明明从这条路过来的 怎么出不去了 你没事吧 好帅的小帅哥 这小帅哥一脸无语的表情 是怎么回事 这表情 温柔的想让人捏一把 好凶啊 好大的胆子 竟敢伤害三公主 哥 圆梁 怎么是你 别动他 他刚才帮了我 原来是场误会 不过 公主你的手怎么红了 我刚不小心 在地上摔了一架 手蹭红了 宁儿妹妹明日生辰 大哥突然病倒了 苏伯父 让我带你立刻回家 处理安国府中的大小事务 皇上明日 也会出宫参加 你先回去 我附送三公主回宫好 马上回家 好 皇帝要出宫 我在长大了三年 也想出去看看热闹 刚才那个人 是你的弟弟 不是 他叫陆颜良 是我父亲 从小收留了他 三公主 到了 三公主 楠楠 你孩子跑哪儿去了 急死娘了 娘亲 对不起 我错了 我想父皇了 所以去大殿找他了 你个人乱跑 万一出事了可怎么办 你让娘亲怎么活 请您打我吧 以后我一定乖乖听话 再也不随便乱跑了 看在你认错态度上 今天就算了 但下不为例 我听娘亲的 你呀你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小花头 三公主好可爱 我苏子音一定要好好守护他 皇上 这是您最爱吃的狮子头 臣妾特意为你做的 父皇 对不起 是女儿的错 不要紧 起来吧 你很怕本王 皇上 女儿他是敬重您的龙威 对 对 是敬 敬重父皇 高处不胜汗 所有人都敬畏我 只有他有胆子那样对本王 让本王觉得 自己想做错事的父亲 苏德利 本王今晚要去徐贵品囊用山 是 圣上 百嫁奉一格 皇上 皇上你别走 我生了两个皇子和一个公主 身份何等尊贵 徐贵品他连龙肿都没有 凭什么跟我争宠 靠那个落水 才赢得皇帝注意的丫头骗子吗 哼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即使不为了我 也为了我的儿女们 除掉那丫头 皇上驾到 皇 皇上怎么会来 皇 皇上来了 不会是换厅了吧 娘亲 快去换身衣裳 臣妾参见皇上 爱妃免礼 谢皇上 好美的美人 皇上还未用膳吧 臣妾准备了一些小菜 爱妃有心了 灵儿呢 灵儿 父皇万安 灵儿 你坐到本王旁边来 皇上和奶奶有什么秘密啊 平时奶奶有事都跟我说 今日竟瞒得这么紧 本王琢磨了一下午 想了一个好名字 你看这个字如何 顾灰 这个名字不错 书抄进知仙妖席 阳杂措之贵灰 你还未上过学堂 就认得这个字 我 我见娘亲练过这个字 就记住了 哎呀 一不小心 暴露了自己有文化 苏德丽 待会传令下去 徐贵贫 勤勉柔顺 性行温良 舒德韩章 玉女有方 生有皇三女顾辉 教养吉甲 即刻册封为正二品昭元 遵旨 恭喜徐妃娘娘 容生卑位 恭喜三公主 得圣上赐名 皇后方一格有了皇上养章 再也不必被人挤在脖子上欺负了 这都是三公主 为咱们争取来的 皇上 喝点山楂桂花茶吧 这桂花呀 是臣妾前些日子 亲自从院子里的桂花树 采摘爆晒而成的 清香可口 父皇 你个小心眼儿 可爱记父皇的仇 父皇最疼我了 我错了 来 随父皇一同用膳 女儿 尝尝这个肉 梅菜扣肉 好好吃啊 若是本王第一次为人吃饭 竟感觉如此有意思 难道 这就是养女儿的乐趣吗 明日你随本王出宫 本王带你吃个够 真的 您真是辉儿心中 天下第一的好父皇 算了 我看你身体也无大碍 就跟本王同去敷宴吧 并无戏眼 在场的人都可以给我作证哦 安国府到了 宫迎皇上驾临 皇上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本王要先去前厅和大臣们硬着 你再和花园玩会儿 本王待会儿就来接你 嗯 我会乖的 哇 这么多好吃的 这安国府的人 看起来都是些吃货啊 喂 你鬼鬼祟祟祟 在我家做什么 我叫顾辉 是随爹爹兰安国府 付生日宴的 哇哦 这个发簪 好漂亮啊 说是我带上他 肯定能成为万众主目 喂 我命令你 把你头上的这只发簪给我 哎呦不傻 为什么要给你 你给我我不一定要 你不敢 我还偏要不可 真好看 他和我的气质才是最般配的 啊 好痛 你 你会要说 你是妖怪 是啊 我最喜欢吃你这种欺负人的小孩 我要吃了你 呵呵 将军怀你了 不要 不要吃我 吓死你这熊孩子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贪图别人的好东西 参见三公主 我的形象全被他看到了 她 她 她是公主 嗨 三公主 我帮你带发簪 这是怎么回事啊 爹 不要怪公主 都是女儿不好 我看公主头上的发财很是漂亮 就想进来看一看 结果女儿自己不小心绊倒了 女儿对不起公主 请公主责罚我吧 这公主小小年纪就会正式欺人了 万一不是公主推的呢 要不是公主推的 苏家二小姐能哭成那样吗 我可以替公主作证 你二妹妹是自己摔倒的 你不熟的白眼了 为了巴结公主 连自家妹妹都不顾了 人家什么时候巴结我了 你 你 怎么可能 不就是根簪子吗 我送给你了 这怎么好意思 那宁儿 就多谢公主忍痛歌爱了 不必客气 听说二小姐又当着众人 演了一出哭戏 逼着三公主 送了她一只发簪 到底是跟她娘一样 从乡下出来的 看见好东西 便半点脸面都不顾了 喂 你们胡说些什么呢 快走吧 二小姐来了 娘说得对 忽然所有的人都看不起我 嫌弃我是个兽女 公主有什么了不起 一位高就可以随便 欺负我了吗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那 那是什么 你有什么事 反着本王 没有啊 还说没有 本王越看那簪子 越觉得奇怪 难道皇帝发现我往簪子上抹了特制花粉了 他不会治我个什么罪吧 簪子 不就是本王在你周岁的时候赏赐于你 赏了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竟敢随便送人了 王说的是这个事 吓我一跳 好爹 你送我的那只簪子 我收藏在宫里 哪舍得真的带出来 真的 嗯嗯 皇上 皇上 请救救小女王 这是怎么回事 我儿他自有天香果色 今日走在路上 却迎来了蜜蜂踩灭 这伤了脸 就皇上送派于衣过来看看 哦 天香果色 今日出门急 没带随行御医 你就近找个医馆看看 普通大夫的医术如何信得过 不行 玉娘 不可胡闹 我有专制毒虫咬伤的清风玉露膏 除了立马能见奇效 保证脸上不会留下半点疤痕 不过 就是有点小贵哦 五十两银子啊 是五十万两银票 这么贵 哇 我的脸真的好了 我的法克身价都没了 哎 老李 今天真是让你俩丢尽了 五十万两 就当给你母女买个教训 想不到辉儿还有这段好东西 不如 也送本王一瓶 好啊 真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啊 三子呢 什么破药膏值五十万两银票 我看那三公主就是骗人性 哼 就是就是 哎呀 我的病啊 最近的市民总是越来越不笑话了 这路上竟然还有石子为打扫干净 二娘 这清风玉露膏 可是上上品 你要拿好吧 我方才找人闻过了 它不过就是些寻常的中草药制的 我就是被诃骗了 草药虽然寻常 但同一种草药 被不同的人炼制出来 药效也会出现天差地别 虽不知 治这瓶药的人是谁 但别说五十万两白银 就是黄金千两 也难求一瓶 宁儿 别听着在这儿胡说 我们走 哼 果然外头说要来的野孩子 不可能是自家人 他就是跟那个妖女三公主 串通一气 欺负咱们柔弱不能自理 哼 我看二娘和妹妹 成天在义父面前 哭得挺有气势的 不像身体不好的样子 你 你 娘 娘别跟她一般见识 你 就是公主顾灰吧 老夫人安好 老夫人安好 好孩子 我总算见到你了 不知老夫人您找我 是为何事呀 像她 你们的眼睛 简直一模一样 我单独把你们 从外面叫来 是想看看你们 梁儿 你在府中 生活得可还顺心 我很好 劳烦老夫人挂心了 老夫人 方才说我长得像谁 可是认识我 或者我娘亲 这是她当年 交给我保管的东西 我现在 终于有机会 把她还给你 老夫人 使不得 这么贵重的白鱼 我不能接受 老夫人让你拿着就拿着 我平时求着老夫人送我 半件都没有呢 这个 是我亲手打造的匕首 送给你 听说你今天教训你的 苏宁儿 放进完后 我们就准备了 好重 这拓入起来的热情 这拓入起来的热情 又是怎么回事 你可曾听过你外婆的名号 她当年啊 可是个奇女子 你外祖母当年啊 大病一场 醒来后啊 像变了个人 搞起了玉石买卖 起初啊 所有人都极力反对 但施兰她 根本不在乎 旁人的看法 一门心思 钻研玉石 竟设计出了 令人惊叹的 玉石款式 最后啊 她开了京城 最大的玉石店 金雨轩 店内珠宝 玉石一旦上架 便立刻受空 全城王宫贵器 排队抢着买 可谓千金难求 后来呢 外祖母她可还在京城 后来啊 她生下你娘亲后 突然失踪了 至今了无音讯 看来外祖母 也是和我一样 从现在来的 难道她找到 什么办法回去了 老夫人 要是不嫌惠儿烦 惠儿得空便来看您 奶奶 乖娃娃 快起来 她以后啊 就是我的宝贝孙女了 良儿啊 你可得多护着她 是 老夫人 谁要是欺负你 我苏秀儿和我手里的鞭子 可不答应 秀儿 真是个好名字 多谢姐姐照顾 以后我要是破相了 肯定是这秀儿误伤的 大小姐 请换衣服吧 马上要开席了 这莫非是书中所提过的东卵夏凉 水火不侵的天蚕丝 好眼光 这是我娘亲生前特意托人从西域带来的 我每年生辰都会穿上它 啊 啊 乌夫怎么会有个洞 肚子饶命 不 不是我 死我宁儿 一定是她 我要碎了她 姐姐别冲动 苏秀儿 今日生日宴 我要让你在众人面前 失敬脸面 不好意思 让大家久等了 王上安好 夜点安好 苏大小姐真是落落大方 快起来吧 这怎么可能 迷迷 进出了一个洞啊 真是见了鬼了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我不懂你说什么 三公主 这次还是多亏了陆颜良 我有一件一样的 你先拿去应急 陆颜良哪来的女装 莫非她是女装大佬 我在屋子里想什么 我的鞭子落在窝里了 我去拿过来 去吧去吧 快来人呐 二小姐落水了 什么 快去救人 姐姐 你为什么要推我下水 我没有 我知道你平时就欺负宁儿 但我没想到你竟如此歹毒 住手 韩国公 你有何证据证明是秀儿做的 现场可有人证物证 三公主 请你莫要插手 老臣的家事 大圣朝的臣民 皆是本王的子 公主竟然是本王的女儿 她有 我并无不懂 爹爹 宁儿怎么会拿自己的命别人 哼 这可说不定 在场可有人看到 苏秀儿推她入水 我刚准备回方换衣服 看到了宁儿和秀儿 在一起听话 之后宁儿自己跳下水 表哥你 你胡说 我愿立毒室 若我有说半句假话 便不得好死 来人 将宁儿带回屋去 禁足半年 陪我的命令 不得出门半步 宁儿 爹爹 爹爹 不要了 欲置其国者 掀起其驾 皇上说的是 老臣定当谨记在心 时候不早了 回宫 恭送圣上 今天真是多亏了公主 你这一走 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公主 过两天开学 我们学堂见 我一看到字就头疼 那算了 看来你也不是很想见我 别别 我答应你 我去学堂还不行吗 严良哥哥一起去吧 本王还有奏折要批 就不送你回方一哥了 你可不能记恨爹 娘亲 你看我带什么回来了 公主 你总算回来了 娘娘她被皇后叫去昆宁宫了 你也赶快过去吧 昆宁宫 出什么事了 皇后娘娘安好 免礼吧 本宫这次叫你们过来 是找到了上次 三公主被人毒害的一些证据 本宫派人搜查后宫 在清玉阁李修仪的房间里 找到了一包毒药 原本想抓得审问 但李修仪却无故失踪了 只在河边发现了她的一只鞋 这鞋 竟然和我救上来的那人 穿的鞋的样式一模一样 如果不是巧合 那李修仪肯定是因为得知了 下毒害我的真凶是谁 才招来杀身之祸 这还用茶吗 李修仪肯定是畏罪自杀了 你和李修仪同住清玉阁 他失踪几日 你为何不报 你们个个都只用照顾一两个皇子公主 哪像我 要照顾二公主 五皇子和六皇子 哪顾得上李修仪啊 真不要脸 动不动就拿三个孩子 他生过三个一样 就凭我替皇上生了三个孩子 谁也无法跟我争冲 包括徐昭苑和你 挡我路的人 最终都会和李修仪一个下场 原来柳贵妃你就是下毒害我和李修仪的幕后真凶 毒心术这次真是起了大作用了 我不能打草惊蛇 等李修仪清醒后再对柳贵妃翻起致命一击 我还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 既然事情都调查的差不多了 我就先走了 看来皇后跟柳贵妃高贵妃关系很差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得想办法让皇后站在我这边 我已经派人言和打捞李修仪的尸体 若是有消息会再叫你们 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 算了吧 是皇后娘娘 南南你说委屈了 以后没人敢害你了 娘亲 亲 你以为我怕你吗 今日 我教你们备签字文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怎么了 我刚刚教了什么 你来背一遍 背不出来 你以后就不用来上我的课了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银测 陈朽列章 老夫子 您教的是签字文 夫子 我没背错吧 算你蒙混过关 下次再睡觉 你就不用来了 下课 大家先休息一刻钟 刚才谢谢你提醒我 你昨晚挖煤去了 这是机密 对了 你能不能帮我买到这个 我急需救人 赤灵只有起死回生之效 极其珍贵 一般人见都没见过 更别提买了 所以我才求你的 我见过他 这后面的山上就有 三公主 我带你去找 等 快看 他过来了 我们快过去 你那的座位 连个软垫都没有 要不坐我旁边 这话送给你 您喜欢的画 我明天再给你走 你有兴趣画画吗 这小公子好俊呢 我有急事 你们别挡着我 这就是你看到的赤灵芝 对啊 他可不就吃色麻 老师说 你是不是色麻 色麻是什么 能吃吗 二老 你还是自己 把他带回家煮汤吧 这偏僻的后山 怎么还会有人 我过去看看 等等我 声音就是从这后面 跑来的 你 他跑啥 这么名贵的玉笛 丢了多可惜 先说起来吧 怎么样 可找到赤灵芝了 三公主 你跑得真快 多肥美的灵芝啊 你们安国府 今晚晚饭又着落了 三公主 有看到那个吹笛子的人吗 什么吹笛子的人 看到了 不过一见到我就跑了 嗯 我突然想起 皇上国库里 有一朵赤灵芝 哦 那好办了 臣不知皇上 今日会到此 没有及时恭候 请皇上降罪 爱情不必如此 本王今日 就是来看公主们的表现 今日射箭训练 谁能得第一 本王便答应 赏赐他任何一件宝物 呵呵 请当年玩飞标百发百中 射箭怎么难得倒我 赤灵芝 我拿定了 莫黄 我来 二公主剑术了得 还可以 不过 心气还是太急了 我也可以 你来了 这 怎么和想象中的不一样 你看妹妹就是第一次设计 要不要姐姐教你 姐 我不是故意的 因此守华了 别记忆 哼 上了 战校 吓死你 霍儿 你这剑术 跟太子的剑术 都可成天下第一呀 那我是不是可以给您要宝物了 太子是天下第一绝 你这是天下第一了 宝物要给 也只能给太子 太子他从会说话起 就开始背书 刚会走路 就练剑练舞 十年来 日夜待在藏书阁 除了吃饭睡觉 不曾有半壳头了 也不曾让本王操心 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读书练功 这岂不是被剥夺了所有的童年快乐 哼 哪有这样的神人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我不信 去 把太子从藏书阁叫来 孩儿见过父王 不用多礼 起来吧 是他 怎么 你见过他 没 没见过 果实惊叹 原来世上还真有像太子哥哥这样 长得跟花一样好看的人 三妹妹说笑了 净会巴结人 本王今天想看看你的剑术 好 这剑术 普通人就算练上两年也难以匹敌啊 这剑术比上个月长进了许多 不错 你身为太子 将来要接手江山 万不可望了身上的重任 分半颗心 偷半年了 孩儿谨记父皇的教诲 这个太子 这个太子小小年纪就如此完美 背后也不知付出了多少努力 想必这是贪心爱之物 我得还给他 本王就赐你一颗赤灵芝 作为奖赏吧 谢父皇 顺便向他借用一下赤灵芝 要不要随本王一同回宫 我晕车 还是自己走回去吧 父皇 我愿意和你一起坐车回去 好吧 脸皮也太厚了 居然瞧你的位置 随便他 我令你要打算 哥 顺路带我回宫吧 我有东西给你 三公主再见 这是你落在后山的御笛 还给你 另外 我还有一事相求 能不能把你的赤灵芝分为一半 嗯 拜托 拜托 这 这赤灵芝 我打算留给我的母妃 不能给你 除非 不能帮我做一件事 啊 什么事 会要我上到山下火海吧 此事 此事不难 只要你将御笛的示,手口如平 我送你整喝吃灵芝 ㄟ 哈哈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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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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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чив 死回生的灵芝汤来喽 这可是我辛苦熬的 多喝点 别浪费 啊 求求你们别杀我 李修仪 你别怕 我是三公主 不是坏人 你现在安全了 是谁 谁是李修仪 你不记得自己的身份 那你可还记得 谁要杀你 我 我就记得 我被人从后面打晕了 其他什么都想不起来 问题不大 你的失忆只是暂时性的 过不了多久就能恢复 你想活命吗 暖春 去把菜热一热 娘娘 这菜都热过一遍了 皇上今晚可能不来了 要不娘娘先吃吧 皇上说过今晚要过来 我相信他一定会来的 这几位御医就留在爱妃这 给你养病 本王今晚还有点事 就先不陪你了 皇上 你要去哪 不要离开春天 外面雨这么大 容易感染风寒 皇上冷体伪重 不如去留下来吧 不能 本王有诺在心 爱妃 快 快救人 娘亲 娘亲你怎么了 娘亲没事 就是下雨受了点风寒 明天就没事了 这是金雨璇的一半地气 你好好保管 另一半地气 我暂存在你舅舅那儿 你到时候需要 可以将那一半拿回来 为什么突然给我这个 昨天娘亲 看着外面的雨响了一宿 与其花精力 跟一对女人共争一个男人的宠爱 不如想办法 保女儿你后半生一时无忧 皇上欺负你了 我帮你报仇 没有 我累了 要休息会儿 你出去吧 说吧 昨晚发生了什么 昨夜 是娘娘与皇上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皇上答应过要来陪娘娘 可娘娘空等了一宿 皇上那边 连个来通传的人都没有 今早天还没了 清雨阁就有人特地打门口路过说 皇上 在那照顾柳贵妃一宿呢 是吗 爱妃 徽儿 本王给你们带来了好吃的早膳 公主呢 公主 她说她病了 没有胃口 请皇上自个儿用膳 什么 三公主 我们这是要去哪 你留在皇宫迟早会被发现 我要把你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谢谢你 没事 毕竟我也不全是为了你 等你恢复记忆再说 更何况现在 还不是跟柳贵妃硬碰硬的时候 誓死现场啊 坐马车居然也晕车 三公主 三公主你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没 没事 我只是 有点 雨 车 赶紧开窗透透气 也闷坏了 这谁 鬼 鬼啊 娘娘 闹鬼了 你就已还魂了 哪来的鬼 人死不能复生 我看你怕是老眼昏花了 老奴骗谁也不敢骗娘娘啊 我亲眼见李秀仪 打白天做三公主的马车出宫啊 又是顾辉那邪门丫头 上次下药都堵不死她 这次又出了个死而复活的李秀仪 去把本宫的玉佩取来 敢跟本宫争宠 当我上位者 不管是人是鬼 本宫都要让他们进阎王 轰之爵与阁 只要在宫外发现这两人 务必不留痕迹地杀掉 是 三公主 马车好像 挺下了 你就是三公主吧 真可爱 我活不过今天了 什么 想抓我 没那么容易 让我飞针 这点雕丑小技 也敢在绝影壳面前 哼 踩了 追 割杀无乱 走 走 马车哥 求求你快点跑 只要你能帮我甩掉他们 我愿意乘帮你去妹子的麻草 哎 三公主 我们是不是快死了 不会吧 快跳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啊 不完成 嗯 嗯 收手吧 不想死的话 就凭你 我随便动一根手指 就能把你脖子捏得砍碎 啊 糟了 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应付得了这么多杀手 我得帮他 那你捏一个试试 神灯 嗯 哇 我 还要活的 他 他是什么时候 啊 啊 啊 战斗力 我的毒心术竟然还有这种翁呢 放开我们头儿 臭小子 偷袭带什么本事 哦 我偷袭了吗 那好吧 你们不要命的话 倒也不是不幸 兄弟们 上 住手 这少年身手不凡 我们加起来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先撤 你这少年太弱了 我们不跟弱级打 这次算你走运 就让你们再多活几天 要不 快去打架吧 快逃 快 快逃 嗯 你们有没有伤给他 我们没事 谢谢你今天及时相救 不然我的小命就玩完了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头吗 绝影阁 金属第一的神秘暗杀组织 你们是怎么招惹上的 啊 我 我可能运气被碰巧撞上了 绝影阁不杀任务以外之人 何来的碰巧 哎 而且你身为公主 出宫竟然连个侍卫也不带 哼 我这不是遇上你了吗 你这样 可是会让我和我妹妹苏雪儿担心的 是吗 算你们还是有良心的 你真的是 今天的事就当咱俩的秘密 以后我会报答你的恩情的 我还有点事要忙 先走了 这金光灿灿的招牌 该不会是真的金子做的吧 哇 哎呀 透死我了 我去告诉你们二皇子 我学校先要和他退婚 不是好歹 你会后悔的 哼 若是嫁给他 我才是真的重蹈覆辙吧 你 这 这是什么情况 我遇到涅槃女了 这徐大小姐自大病一场后 铁了心要跟二皇子退婚 这等怪事 全被他干了 受啥刺激了 生病 走 我们也进去 或许能从这个涅槃女身上 得到所有用心心 站住 乞丐不能入殿 谁是乞丐 他好像是在说我吗 开玩笑 你见过长得这么漂亮的乞丐吗 赶紧走 你再忍着影响舞蹈生意 我立刻把你扔出去 大杆雕名秀的屋里 他可是三公 臭 别碰我 滚一边去 快把药杂倒掉 千万别被人发现了 坏蛋 咬死你 我的手 好痛啊 这个不知好歹的小东西 给我今天非收拾你不可 诸生 你好大的胆子 他可是当朝三公主 什么 按大圣朝律法 对皇家不竞争 要么永世为最下的奴隶 要么朱景卜 你自己选一样吧 对不起 是小的永远无中 冒犯了三公主 还请您大人有大量 饶了小的吧 这会认错 晚了 来人 把他拖出去 卖到黑市 当最下等的奴隶 这么果断 你怎么样 三公主 我想起来了 我被打晕之前 看见过一个 怡荣贵气的女人 往花坛里倒了 奇怪的要扎 这 太好了 只要去清一阁 找到要扎证据 就能罪柳贵妃的罪了 很抱歉 三公主 都怪我失职 没有管理好伙计 冒犯了三公主 请您责罚 你们徐家 替我和娘亲 打理金宇轩也有功劳 今日之事暂且算了 往后 定要严加管束伙计 是 我今天来金宇轩 是想委托你们 帮忙照顾我的朋友 直到她身体 彻底康复为止 您是金宇轩 真正的主人 这点小事 自然是您说了算 嗯 我今日出宫太久 改日再来看她 三公主 你要小心 安国功夫的人 尤其是姓陆的 说出来 三公主你可能不信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噩梦 梦里 我和你是好姐妹 我亲眼看见 公主你遇刺了 不 不可能吧 公主若不信 可以当她只是 轩儿做的噩梦 出宫一趟 累死我了 你这妖女 我要杀了你 不要 别杀我 我不是妖女 我 别杀我 吓死我了 还好只是个噩梦 喝杯水吧 谢谢 你你你你你 不知三公主 做了什么噩梦 你怎么会在我屋里 我听见屋里有动静 就进来 这 就是三公主白天所说的 报答 不是的 我刚才梦见坏人要杀我 我是那个坏人 不是 当然不是 我知道是我错了 你别跟我计较呀 娜娜 你醒了 自你上次出事后 娘就一直不放心 所以 一直都在给你物色一个有能力的人来保护你 谢谢娘亲 娘亲 但是女儿可以照顾好自己 不用别人帮忙 不能让她一直跟着我 那样我还怎么去找药渣啊 不行 我钱都已经付了 一个月五万两呢 什么 收费也太黑了吧 人家请不请护卫了 一般我在血汗 你要还我 楠楠 单方面毁约的话 需要赔偿一千倍的违约金 你有钱吗 五千倍 五千万两 我没钱 娘特意找人打听过了 她可是全书院习武最好的学生 咱花这钱保证亏不了 这张力值 的确无常所值 可我现在也拥不上啊 嗯 那个 你舍了这么久也累了 吃点桂花糕 填一下肚子吧 这桂花香气 太泥 闻起来有点 香就对了 我特意给你下了安眠药 你在这儿好好睡一觉 我办完睡就回来 清乙哥 我来了 真是天助我眼 后人一个人都没有 我可以慢慢找了 难道是错觉 怎么感觉有东西盯着我 哎 算了 别一神一鬼 先看正是要紧 是要扎 挖到了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来这么深又怎样 最后还不是被我找到了 柳贵妃 你完蛋了 哎 总算了去了一桩心事 这怎么会有老虎 我我是在做梦吧 怎么回事 声音从后边传来的 快去看看 有人过来了 不好 又被发现了 快藏起来 先把这个老虎迷晕再说 糟了 糟了 这种炙子 没办法刺破虎皮 那hadow 最痛的命运 就是被老虎吃掉嘛 啊 我没背吃 这是刚出生的小老虎 这是 你想让我带你的儿女们走 没人啊 让你大碗也瞎吼 要不是看你还有用 早把你顿 可恶 竟然这样虐待动物 你可别把他打死了 我们还愣着他生下小白虎入药呢 快带他去上药 是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的宰宰们 落入坏人手中受折磨 我这后院 果然进贼了 来人 将贼人拿下 将神兽抢回来 很快的速度 这些人不像是普通的宫里试问 贼人们别怕 我来救你们 娘娘 神兽已经夺毁 很好 至于这闯入清玉阁的小贼 本宫就要他永远消失在这世上 不悔 要怪就怪你自己送上门来 还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还是大意了 剪下这些银针根本不够对付这么多人 怎么回事 什么都看不到了 怎么回事 人在眼皮子底下都跑了 本宫要你们合用 快吹 是 总算逃过一劫 你好像有点眼熟 陆岩良 果然是你 原来你根本没睡 拿钱办事 差点忘了 他是娘重金聘请的眼线 如果我说 我是来散步的 你信吗 万一他靠我娘亲 我可就亡了 他居然真信了 他来门欢过关 偶尔也是很管用的 不过乱马 又是什么意思 我还有事要处理 你先回去 只要你对我娘亲守口如瓶 我必重金筹献 不管了 狐仔们还在等我 你怎么还不走 怎 怎么了 你在看什么 等等 谢谢 好娴熟的手法 皇后娘娘到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怎么也来清玉阁了 这是什么 虽不知这只条从何而来 不过 万一真能查到柳贵妃的什么把柄 本宫 绝不可以错过这种机会 这么多宫中侍卫 我还怎么进去救小老虎 三公主 今天我送你的两只奇虫 不是走丢了吗 何不进去 让皇后娘娘帮忙找找 什么奇虫 对呀 让你公主心爱的小藤小兰走丢了 皇后娘娘 您慢点下来 不知皇后娘娘突然造访 所为何事 玉膳防心做了糕点 本宫想与妹妹一道品尝 妹妹已用过晚膳 再吃不下了 皇后娘娘还是请回吧 不让本宫进去 她这里面肯定有 带本宫进去 与妹妹聊聊天也行 小黄小兰 你们快出来好不好 不要再跟我玩猪蜜蜜了 小黄小兰 她怎么还敢 你们在哪儿 妾子又想耍什么花招 三公主 你这么晚了 跑来这里找什么 皇后娘娘 您也在这儿 您有没有看到两只小猫咪 软滚滚的 有这么肥 本宫刚来 什么也没看见 我的小猫咪 你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 要不本宫安排人 帮你一起找 本宫幼年时 也曾尽心养过一只 可想回来 她死了 我陪三公主 把父亲都找了 只剩那里面没找过 她们可能 探完跑进去了 什么 胡闹 本宫的秦殿 怎么可能有你的小猫 徐昭远将三公主宠得 越发美教养了 三公主无非是寻爱宠心切 妹妹这百般阻拦 该不会是这清玉阁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反正今晚本宫搜定了清玉 再多搜两只猫也不算什么 娘亲果然没骗我 皇后娘娘是世上最通情达理的人 调仔细点 千万不能放过每个角落 都怪我 没有看好妈咪 快别哭了 本宫就是翻遍这清玉阁 要会帝你找到他们 前夜你这都哭成累人了 皇后娘娘 按照您的吩咐都搜了 但并未找到可疑的人物和动物 岂不可能 这么短的时间 花坛里的药渣 配衣人 死去的大老虎 全都不见了 皇后娘娘今晚 真是好大的阵仗 无凭无据来我宫里乱搜一头 也不知道皇上知不知道 你们将这里收拾干净 另外赶紧将他们从密道移出去 还好我叫人把事情都处理干净 还有你 三公主不是想找猫吗 我来带你找找看 贵妃娘娘 您这样可能会卧伤三公主 明天三公主还要面见皇上 看来今夜之事 臣妾明天也要去找皇上评评礼 什么东西 小黄 小兰 你们跑哪儿玩了 害我找了这么久 小黄 等等 真是 好可怕 这洞里 有个穿黑衣服的人 怎么会这样 李贵妃 没想到你竟敢在宫中 私藏男人 是 什么 冤枉啊 臣妾进来饲养了两只神兽 不了今夜 清雨隔进了两贼人拐走了他们 这黑衣人 正是那小贼之一 你是说这贼人还有同伙 不错 三公主便是那贼人的同伙 这两只神兽是臣妾的 小花 小狼 有后可不许乱跑了 柳贵妃 你当本宫是三岁小孩吗 下次找借口 好歹也找个靠谱点 这两只神兽真的是我养的 我证明给你们看 过来 我才是你们的主人 我的手 贵妃娘娘 您没事吧 我养的小猫调皮 您千万别介意 你少假惺惺 哼 看你怎么得意 看你们两只小淘气 上哪玩了 我的身上全是泥巴 还有古怪怪的臭味 简直和我以前喝的药一样臭 您的 这图里的东西 和当初三公主 那碗毒药里的药渣一模一样 来人 将柳贵妃押入大理寺审 现在证据集 我看你还如何狡辩 臣妾冤枉 臣妾 臣妾要见皇上 三公主 本宫先派人送你们回方一格 待明日本宫查清真相 自会第一时间过来 给你们方一格一个交代 那就有劳皇后娘娘了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又帮我找回了老虎 还帮我给他们洗澡 你帮了我这么多 想要什么奖赏都可以 真的什么都可以吗 那你可不许反悔 当然了 只要是我办得到的 你尽管说 好 我想 看好半天 你就是想要我带你去藏书阁看书 没有其他要求啊 去藏书阁看书怎么了 我还以为你会趁机敲诈我 皇家藏书阁 藏旗书万卷 普通人根本没资格进去 除非 有皇室的人带领 知道你品学兼幼 一心只想着读书 我过两天带你去就是了 谢谢公主 如果时间能早一点 就更好了 好了 好了好了 知道了 晚安 我可以帮你调查你亲生父母的情谈 不过 你得先拿东西跟我交易 你想要什么 听说皇帝最宠爱的三公主顾辉 小小年纪就长得灵气动人 你把他带来 我想认他做干嘛 传闻密探堂堂主 仪表堂堂 背地里去干着买卖女童的肮脏事 看来不是孔雀来风 小的你敢骂我 找死 好疼啊 快放手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我们 我们可以换条件 好 你说 那就不夜城的地图 如何 不夜城的地图 这是密探堂的规矩 没有东西交易 我就算死了 也无法给你打探任何情报的 地图在什么地方 皇宫藏书阁内 阁主您真是料事如神啊 陆岩良他上钩了 柳贵妃 我家辉尔不过还是个质子 从未招惹于你 你何以吓死毒手要他性命 皇上别听他们的一面之词 臣妾是清白的 臣妾怎会向三公主投毒 定是有人妒忌陷害于我 昨夜人证物证俱在 你还想抵赖 皇上 柳贵妃在盛行司待了一夜 我有半分悔过之心 请您速速处死柳贵妃 以作笑容 什么 父皇不可以 不可以杀我母妃 还毕竟是二公主 和二位小皇子的名亲 这样做 未免过于残忍 皇上 臣妾自知自己没用 远不如柳贵妃那般独得圣恩 但您这样纵容包庇她 可曾想过辉尔心里是什么滋味 一个小孩子 什么滋味 我老想在这半年 小孩子玩 慧儿 相信我 父王一定会给你一个公道 断不会委屈了你 当真 君无戏言 我不信 装模作样 真能演 柳贵妃的身份牵扯到北戎 眼下还不能失去这颗棋子 江山设计为重 只能先委屈慧儿了 到时候 多为点糖红红她就好了 差点信了你的鬼话 你想什么我可全看见了 柳贵妃 你真是太让本王失望了 你做出如此恶毒之事 本王也不愿再见你 不知道这番话 慧儿还有什么意见 看我做什么 你继续往下说呀 来人 将吕贵妃 又见于清语阁 向威领妃 如本王命令 任何人不得探视 我不要 放开我 莫贵妃 莫贵妃 不怕你害得我母妃失宠 东城 我一定不会让你们母女好过 慧儿可满意了 六贵妃犯的罪可是死罪 为了南南的安全 不能让皇上这么轻易放过她 皇上 父王的惩罚非常好 慧儿很满意 谢父王替慧儿做主 无愧是我女 关键时候就是董事 直到适可而止 这次本王确有包庇之心 不得不委屈这母女俩 慧儿 无妨 只要以后多多补偿他们就行了 徐昭远 若本王没有记错 下个月就是你的生产 你有何想要的 尽管开口 本王都答应你 皇 皇上 杨卿加油 把握机会呀 只要是皇上的安排 臣妾都喜欢 徐昭远一向温婉 最得本王信 娘亲刚生未分不久 万不可让她忤逆了 这大猪蹄子爹的心意 等大猪蹄子脑子挡不动了 我再给娘报仇 传令下去 老王要在古叶城 去徐昭远举办一场最盛的 最豪华的烟火宴 什么 古叶城可是连皇亲活气 都无法轻易进去的地方 古叶城在哪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我还是第一次听呢 不叶城啊 是在皇宫的另一头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灰尔妹妹 什么时候跟陆家的人 这般亲了吗 哥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我闭关学习 又半月没见大哥 每次大哥见我 都会带礼物恭贺于我 看来这次的礼物 是画 虽然这幅画的蝴蝶结丑了点 不过既然是大哥的心意 弟弟我 又远为其难收下了 等等 这个不是给你的 啊 除了我还能是谁 二弟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送 唯独今天这个不行 如果我说我就喜欢这个呢 哥你会不会给我 哥过两天给你补一份 啊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哥从来只疼我一个人的 今日便到此为止 爱妃妹们是 便自行回宫去吧 是 走吧 我们不用回宫 我们去藏书阁 灰尔妹妹 太子哥哥怎么了 这个送你 你记得 一定要回去再打开看 谢谢太子哥哥 灰尔妹妹不用客气 哼 我当是谁呢 不过是个 平平无奇的矮萝卜头罢了 哪听 最近天变凉了 灰尔妹妹可别感冒了 三公主 室内阴凉 无益久呆 我们走吧 哦 好的 太子哥哥再见 三公主 二 不要声张 今天天还没亮就被拽进昆宁宫 真是困呐 陆岩凉 你找了这么久 还没找到想看的书吗 你买书名告诉我 我帮你一起找 不用了 一楼没有我要看的书 三公主若是困了 可以小睡一下 我去二楼看看 好吧 那你要快一点哦 好 无叶唇地图 找到了 走 是三公主 随便抓着蜘蛛就把他给吓倒了 真是没用的胆小鬼 哎呀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迷你可爱的蜘蛛呢 怎么会这样 他竟不怕蜘蛛 什么声音 是谁在哪 站住 不许跑 哎呀 三公主 屁股好疼 三公主危险 这 这是什么情况 里面什么动静 快进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看看出什么事了 等等我 我也去 这是 惠儿妹妹 惠儿妹妹 你没事吧 太子哥哥 太子殿下 为什么你们会被压到书架下 这怎么这么乱 来人啊 还不快把藏书哥收拾干净 是 这样的杰作 该不会是你闯的祸吧 藏书哥的每本书 都是根据父王的喜好 从全国搜罗来的 父王若是知道这些书被人破坏 是我不小心碰到了书架 脸泪三公主受惊 还怕二点下恕罪 不是的 是我看到藏书哥里的小贼 为了捉他 书坏了可以再找 小贼自有侍卫去追 下次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疼不疼 可摔着碰着哪里了 疼可不许忍着 哥哥叫最好的御医来给你检查看看 太子哥哥别担心 威尔一点都不疼 放手 放开你脏兮兮的爪子 不许踮我的大哥 不过陆岩良为了保护我受伤了 我想先带他回去休息 可以吗 好 这里的残局和小贼 哥哥会替你收拾 谢谢太子哥哥 太子殿下 您快去看看 二楼的墓盒被人动过了 什么 当时藏书哥总共三个人 我没去过二楼 难道 慢着 你们还没搜身 不能走 你怀疑我们 家贼难逢 只要搜个身 你们就能摆脱嫌疑了 你盯着我是几个意思 越看越觉得 你与之前藏书哥的小贼的身形 有七八分相似 不许胡说 那一个小王能懂什么 大哥你别听信他 反正要搜身 那顺便连你也搜一下吧 回太子 并未发现有脏物 怎么可能 把木盒拿下来给我看看 是 这是不叶城的东西 肯定是贼人动了东西 但胆子太小又放回去了 也有可能是贼人偷东西时 因为什么重要的事 来不及拿走 还没离开现场呢 你怎么了 糟了 该不会是被砸出了脑震荡了吧 我头有点晕 太子哥哥 拜托拜托 搜身也搜过了 我们可以先离开了吧 可以了 怎么那么急 你倒挺担心一个外人啊 大哥切莫伤心 你还有我呢 罢了 二皇子 这是属下在地上捡到的 给我看看 这是天下第一画师 堂锡送给大哥的寒霉图 罗大哥三年他都没准备给我 竟然被这矮萝卜头淘汰了 二皇子你去哪儿 找人算账 不仅长得好看 皮肤手感也好呢 三公主 我脸上 应该没有什么吧 你的头没什么大碍 休息一晚就好了 这些都是秘制的跌打药 你记得早中晚按时涂抹 知道了 哎 萝卜头 你给我出来 二哥 你怎么在这儿 我的画怎么在你那儿 你少装傻 明明是你不喜欢这幅画 故意把它扔掉的 我没有 你知不知道 这幅画师大哥的师父堂锡消失之前 送给他的唯一幅画 这么重要的东西被你毁了 他会有多伤心 叫我二哥 我没你这样只会惹祸的妹妹 都是我的错 没保护好他 我要的东西呢 我没拿到 不过 我记住了整张地图 现在可以画给你 姑且先信你一回 我的真实真是 别急 我这就告诉你 你九泉之下的父母 恐怕死都想不到 你会给仇人当护卫 你这是 什么意思 你在宁国府这么多年 可曾听过大晟的陆将军 和北荣公主的事 我由苏老将军抚养长大 从未听人提过什么陆将军 更不知道什么北荣公主 陆将军镇守大晟的边境舞 期间 救过一个落难的可怜女 后来那个女子和陆将军相爱成婚 生下义子 何家幸福 陆将军战功赫赫 功高震重 大晟皇帝早就忌惮于他 试图削弱他的军选 却一直找不到机会 直到他暗地里查识了 那个女子的身份 竟然是北荣人 最后 以通过判递的罪名 抄斩了陆家马 奇怪的是 陆府上下几百人中 一直未能找到北荣女子和孩子的尸体 而陆家灭门两年之后 陆将军的昔日好友苏将军 在民间收养回来一个义子 我要是你就不会窝囊 定要手刃仇人 为父报仇 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 这是你爹死时穿的衣服 你大可拿着他去问问安国公 还认不认 如今大晟皇帝甚是处了这三公主 你只要杀了那个三公主 便可以让狗皇帝也常常失去至亲的子 啊 乃浪 我可是背进口舌才说服父王 兴许我带你们出宫 你们在外面可要好好听话哦 无论如何 我不可能对一个手无负极之力的孩子下手 刚才是你在说话吗 声音太小了我听不清 没有啊 三公主 你是不是晕车产生了幻觉 不可能的 出宫前父王特意给我服用了一颗制晕车的药 刚才的声音似乎是从那个位置发出来的 莫非是他的心声 凑击你听听看 小心 站住 后来成名外 任何人不得擅闯不叶城 我这个 是白玉班纸 我叶城来贵客了 快开门 这里怎么会有火枪筒 快去跟城主大人禀报 是 你认得这个 父王之前给我看过他的宝贝火枪筒 他说这是皇室专属 皇室专属 你干嘛突然像看仇人一样看我 对不起 是我一时失态 没事 我才不跟小孩计较 新鲜的蔬菜 不是我猫子 来瞧一瞧 嗯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尽快修好太子哥哥送的寒梅图 这个人是 你怎么了 没事 就是看到外面这么多好吃的有些激动 不叶城速来与外界断绝来往 今日难得来了贵客 我已将所有天字一号房空了出来 各位里面请 你就是不叶城城主 皇上您误会了 我是这家客栈的老板娘阿玲 城主有事出城了 我只是暂时帮他打理城中大小事物 这位不叶城城主好神秘啊 连我父王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传闻说不叶城城主一直以黑纱蒙面 从未有人见过他真正的容忍 哇 那岂不是 他肯定是因为长得太好看了 他明云是人 所以蒙面是人 诶 这眼睛啊 怎么会如此相似 什么相似 和谁相似 这老板娘心里在想什么 娘亲 你怎么了 你们别担心 我没事 你这一路上肯定累了 这里的温泉 能放松身体消除风湿疾痛 本王现在带你去 还不是仗着自己女儿才得皇上上仇 看徐昭炎这身面 我还是躺平的好 我要是也生个女儿就好了 为什么我能一次听到这么多人的心声 难道读心术变强了 你们带贵宾们去那边楼上 阿灵姐姐 我睡哪个房间 公主不急 我想先请问您 身上那块玉佩是哪来的 玉佩 哦 你是说她呀 她是我外婆留给我的 这块玉佩是我们城主的信物 您当真是城主的孙女 不业城城主 当年天灾不断 街上到处都是流民 要不是城主他开城门 收留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 我们早就饿死了 城主不开市 你们无需再留了 无业城就是你们的家了 谢谢城主 谢谢城主 那我外婆现在在哪 不知道 城主是几年前 说要去北戎办一件事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外婆对所有人隐瞒了她城主的身份 难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而且我进入不业城后 独心术突然变强 说不定也跟外婆有关 城主失踪 既然您是她的孙女 理应由您继承城主的位置啊 不行 外婆她隐瞒身份 肯定有她的道理 你我务必要将她城主身份的事情 保密下去 好 我听小城主的 叫公主 是 公主 城主她之前住在哪 你能带我去她的住处看看吗 城主之前 就住在这客栈最上面那间 我带公主您去 就是这间房了 公主您有任何事 随时吩咐我 好 看起来和其他房间一样 没什么特别 应该藏有什么暗阁吧 有东西 那是 那是 独心术使用手册 这是外婆留在这儿的吗 只要您神进气 集中精神 聆听四周动静 独心术就会生效 能力越强 听到的心声越多 每次使用 会消耗一定量的精神力 精神力消耗过度 会出现体力不支 昏迷 甚至折兽等情况 独心术分三层 第一层可洞察人的内心 心里波动越大的人 越容易被洞察 心里毫无波澜的人 则难以洞察 第二层 可预知周边环境的危险 只要闭上眼睛 用意识探视环境即可 预知危险 这个功能不错 我先试试看 请问客官有来点什么 有什么推荐的吗 客官 您的角 最远只能感受到 客栈内的动静 客栈以外的距离 完全感受不到 看来只能感受到 身边800米左右的范围 这不是太子哥哥 现在住的房间吗 糟了 该不会是太子哥哥 有危险吧 我的头 二哥 小萝卜头 我正到处找你呢 你自己坐上门了 我找到了修画师傅了 你把大哥的话给我 我去修 晚点吧 我现在有重要的事 是那个人 等一下 咋回事 快让开 快没时间了 你不把话给我 就哪都没想去 对不起二哥 是太紧急 以后再补偿你 萝卜头 你闻了 放开我 太子哥哥有危险 大哥有危险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我骗你做什么 你想想 这间客栈 已经被父王帮下来了 怎么可能有吧 别的客人 他一定是偷偷溜进来的 而且他去的方向 又正好是太子哥哥的住处 一定有问题 你没看到 他还拿着一个奇怪的箱子吗 万一箱子里面装的是奇怪暗器呢 大哥撑住 我来救你了 太子哥哥 太子哥哥 糟了 出事了 我们来晚了 大哥不在这儿 我们去忽然看看 这里的温泉 似乎还不错 你是 师傅 泡温泉 要多加小心 温泉附近 容易有野蛇 师傅 您回来了 你别动我大哥 太子哥哥 太子哥哥 你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快出去 小萝卜头快点大哥跑 不用管我 太子哥哥 你疼不疼 都怪我来晚了 你们误会了 是师傅救了我 师傅 对不起 你看看你 一天禁带着妹妹闯祸 我哪能啊 明明是妹妹带着我 太子也莫怪他们 他们还小 正是年纪小 才更应该好好管教 多怪你这小萝卜头 害我又被大哥骂 还好那条蛇被消灭了 太子哥哥的危险 也解除了 师傅 您身上好香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师傅 这么多年 您去哪了 我找了您好久 都没有消息 说来话长 兴许是当年 进皇宫时 无意间得罪了谁吧 后来我被人 下了一种 会逐渐丧失无感的歧毒 为防止 最后变成一个废人 从而丢失性 就只好离开了我 师傅 您现在不是听得见吗 不 我唇语 哦 怪不得 小萝卜头 当时在你身后叫你 你都没反应 太可恶了 师傅 您向来和善 从不与人交恶 什么人竟如此狠心 会对您下次毒手 我定要找到他 替您报仇 算了 报仇之事 我早已不在意 这可能 就是我的命吧 我这次来 另有所求 我想 借点影子看病 拿我的话来递 应该 还能值两个钱 师傅 您身体哪里不适 我就最好的太医 来给您看看 唉 没用的 这个毒无解 只能终生服药 来减缓毒性发作 而药材价格昂贵 师傅 我看这位画师 经验丰富 让他做你的师傅如何 我服药 我就选他 一日为师 终生为师 只要师傅 您留在我身边 我保证您后半辈子 一事无忧 太子有这份心意 我已经很满足了 以前王上 就不惜我当太子的 作画师傅 若是王上知道 我现在不能作画 却还待在太子身边 他生气了怎么办 师傅 所以 只要太子能好好的 师傅怎么样都无所 啊 时候不早了 我还赶着去药铺买药 先走了 师傅 师傅好可怜 不过总觉得这味有些熟悉 有点怪怪的 这不是大哥你最爱吃的草酥吗 我帮大哥试试味道如何 大哥 你怎么了 大哥 我去叫随形太阳过来救人 大哥 糟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是醋 太阳就急 借我用一下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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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死都要被你吵死了 你醒了就好 那桃酥掺了坚果 你对坚果过敏 怎么能看都不看一下 就吃掉了呢 你怎么可能会知道 我对坚果类的东西过敏 以前听你身边的宫女太监们提过一字 我就记住了 连我大哥和母亲都经常不记得呢 这小萝卜头身上 怎么还有一股香味 闻起来 莫名感到很安心 你臭臭的 六元点 不能 我才救了你 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 以前怎么没发现 他的脸这么白嫩细滑 手感好软 再捏一下 算了 看在救我命的份上 以后我少欺负他几次吧 嗯 萝卜头 你 你怎么了 我也没用力捏啊 你可别碰瓷啊 没事 可能今天有些累了 我回房休息一下就好 可能是二阶读心术 消耗了太多精力 瓶泥有点不支了 我送你回去 不了 你就留在这儿等太子哥哥 他去叫太医了 待会回来发现我们不见了 会担心的 好困 感觉要困死了 要是陆岩凉被我回家睡觉就好了 哎 陆岩凉你来啦 啊 灰儿 灰儿 听得见吗 醒醒 灰儿 醒醒 啊 看来 我果然还是逃不过 溺水深浪的命运呀 咦 这是 放心吧 有我在 你应该死不了 您是 我那拯救了不夜城流离失所的百姓 又无所不能的外婆 哎呀 都是居民 嘴上说的是居民 这不明明还是挺刚兴的嘛 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 我们只有两分钟的通话时间 现在通过玉环跟你对话的 只是一个我的虚影 长话短说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阻止北戎疯子皇帝 和他的儿子灭掉大圣 等等 我有点懵 您说的北戎疯子皇帝是谁 他儿子又是谁 北戎疯子皇帝 本名叫灵之眼 另外 他还有一个隐藏神 叫唐溪 是个画师 他儿子十年前 被我送给了安国公抚养 现在应该也十来岁了 叫什么炎的 我忘了 啊 外婆 你是不是搞错了 唐溪怎么会是皇帝 这两人又怎么可能是父子 你不信我 这样 你可以扒了那个什么炎的裤子看看 他屁股上有个红色的胎气 这 你都亲眼看过了 我不是 我没有 我可是正经人 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灵之眼那个疯子 连自己的亲妹妹都 外婆 来人啊 孙公主又又又又又落水了 孙鹿不投 我来救你了 三公主 你怎么来了 怎么回事 拿去 三公主 快披上 别受我风寒 哼 要不是看你是我妹妹 怕你丢进皇家脸面 我才不管你 你这么弱不禁风 走个路都掉水里 真不明白 太子哥哥怎么会喜欢跟你玩 好端端的 公主你怎么会掉进水里 我记得 啊 好像有一双手 在背后突然推我 什么 是哪个吃了熊群豹子胆的狗东西 敢在皇家头上动土 说出来 我替你报仇 二哥 你刚才可不是这个态度 我只是在维护皇家颜面 你们可别误会 二皇子 风太凉 呆久得容易生病 我先送三公主回帮歇息 这感觉 真是温暖又可靠啊 不是 这是我妹妹 你怎么说抱就抱走了 算了 我先去找父王 禀明原由 请她彻查凶手 她真的是北荣皇帝的儿子吗 是不是 你扒开她裤子看看就知道了 难道我真的要 三公主 你怎么了 没有 没有啊 来 喝点姜茶 去去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去让小二给你拿套新衣服 你快去换吧 我不会偷看的 事关重大 我可得看仔细了 还好还好 她应该没发现吧 三公主 你这是要做什么 我 我来看看你需不需要帮忙 我这没什么需要帮忙的 谢谢三公主 看来只能再想新招了 我不过是推了那个小贱人一下 他又没死 不忘记为了他生那么大的欠 一定要找到推药卫下水的凶手 本王 要众主的诚挚 谁走路不长眼 竟敢装本公主 二公主 天黑路滑 走路可要当心呢 又是你 你到底是谁啊 我刚到不夜城你就挡我路 现在又来挡我路 本公主现在心情烦得很 我可没空搭理你 公主 我看你脸色欠佳 似有煩忧之事 是否需要人解忧呢 你谁啊 我不认识 滚开 我是来帮你的 公主是不是做错了事 所以现在有家难回 你怎么会知道 王石 你看到我 嗯 你是那个讨厌鬼的错 是他先害我娘亲失宠 又抢走了父王 只要他消失了 我就能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从气质 长相 学识而言 公主你的确比他更优秀 算你有眼光 不过公主还差了一点手段 你有办法 睡了一觉精神满满 昨晚失踪的二公主回来 二公主是不是中邪了 二公主这身打扮是要做什么 大清早怎么这么吵 昨晚推我之人与我身高相差不多 同等身高又跟我结仇的 不难猜出就是他 父王 我是来附近请罪的 昨晚 害妹妹落水的人是我 啊 我还没来得及找他算账 以他的性格 怎么可能会主动来自首 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昨晚 我看到妹妹在池边 就想和他玩一下 谁能想到 妹妹站着睡着了 我刚一碰他 他就自己掉了下去 都怪我胆子小 当时瞎坏了就跑到外面躲了 后来我想起父王曾教过小小 知错能改才是好孩子 所以回来自首 父王 小小知错了 任打任罚 小小绝无怨言 那我请求父王 允许我留在妹妹身边照顾他 就当给我和我那犯了错的母亲 一个赎罪的机会 你从前任性妄为 现在长大了 懂事了不少 算了 这次就是个意外 你年纪尚小容易犯错 既是无心之失 又主动背着经条前来领发 足以说明你的悔过之心 一家人哪来的隔夜丑 小小 你快给妹妹道个歉 没这么简单 你就原谅姐姐吧 一家人其乐融融 多好 他怎么这么痛快的就答应了 我还想让父王看看 他小肚鸡肠的样子呢 你心里的小算盘 我早都听见了 你老是跟着我干嘛 父王说 要我多跟你在一起 巩固姐妹之间感情 你不会是讨厌我了吧 你若是讨厌我 我就去跟父王说 妹妹怎么会讨厌姐姐呢 你肯定是误会我了 我还有件好玩的事想跟你分享 就怕二姐姐不答应呢 什 什么事啊 练老虎 又 又什么 姐姐不会是怕了吧 姐姐要是害怕 我就去跟父王说 我不怕 你就算真的杀了他 也不一定会受宠 反而会得到皇帝的厌恶 你真正要做的 是要学会比他更懂事 更乖巧 更讨皇上的欢心 别怕 姐姐是好人 我带你们出去玩 啊 人了 吃人了 姐姐莫怪 我这两只老虎有点认伤 我看你身上还有伤 要不还是别照顾我了 回家自己养伤吧 可我 他肯定是故意的 哼 不过 炎梁哥哥 这两只畜生一直是你在照顾 你比较熟 能陪我一起溜吗 你再说一遍 谁是畜生 我 炎梁哥哥 你看他好凶哦 平时他也会这么凶你吗 不如你当我的护卫吧 我会对你好的 二公主 对不起 我拿钱做事 只听命于三公主一人 她出多少钱 我出双倍 多少倍都不行 我只听三公主的 又老虎这事 我看姐姐是做不来了 不如你去后院 帮我给老虎缠屎 什么 你让我一个公主去缠屎 那个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下次吧 臭哄哄哄的 本公主才不去 还想来挖我的人 没门 你今天表现很棒棒 让我想想 怎么奖励你呢 奖 奖励 晚餐给你奖励个大鸡腿吧 算了 不要了 你别走啊 我们再商量商量 还真有个台阶 三公主你 已经如此 地板太滑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什么都没看到 陆颜良不肯当你的护卫 好 那是他眼光差 非看着那个处处不如我的顾灰 后天就是徐昭元的生辰宴了吧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听说的而已 如果陆颜良被解雇 无路可去 徐昭元娘娘 您要的礼服 我顺道给您取过来了 杨酿 糟了 你是谁 门怎么开着 陆颜良 你麻袋里装的什么 出事了 快去通知父王 陆颜良即可掳走本王的爱妃 严谣被立刻传令 抓捕陆颜良回来 陆颜良 怎么可能是他 恐怕是有蹊跷 我不是在房间睡觉吗 这是哪儿啊 我们会不会死在这儿 我不想死 奶奶还小 还需要我照顾 娘娘别怕 我不会让你出事 对了娘娘 请问三公主的生辰 是什么时候 三月二十八日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这次是真的 啊 回去我再跟您解释 娘娘 您闭上眼 站在我身后 无论听到任何声音 都不能睁开 好 我相信你 娘娘 我们安全了 多亏你拼了命救我 我定要给你掌心思 好啊 天 娘亲 你去哪儿了 把南南担心坏了 南南别哭 娘亲 这不是毫发无伤的回来了吗 陆颜良 你卢走徐昭远 速攻我不是向父王认罪 我没有 我和大哥亲眼所见 你还敢巧遍 放开他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要不是他 我早被山里的野狼吃掉了 陆颜良这人定不简单 我和大哥亲眼见到他绑走年 你可别被他蒙骗了 无论如何 陆颜良都是第一嫌疑人 我们需要带他回去调查 你们这样不问青红色白 就拿到家人脖子 万一弄错的人怎么办 你把刀放下 他会跟你们走 婚人妹妹说得在理 把刀先放下吧 大哥 徐昭远娘娘受惊了 我们现在就送您回客栈 也好让父王宽心 好 娘亲 太医 本王大爷费身体如何 恭喜皇上 徐昭远娘娘 她怀了双生子 这次娘娘晕倒 是因为受惊 过度动了胎气 姑王 你听见了吗 惠儿要有弟弟妹妹了 喝点安胎药就好了 是 什么 爱妃 你真是给了本王一个天大的惊喜 这都是皇上赐给臣妾的福气 我 我已经把害徐昭远娘娘受惊的罪魁祸首关起来了 请问如何处置陆颜良 陆颜良他绑架本王爱妃 自己斩了 父王三思此事定有蹊跷 如果陆颜良他有意绑架娘亲 怎么可能救娘亲回来呢 楠楠说的没错 要不是小鹿赶走恶狼 臣妾和肚子里的孩子就再也见不到皇上了 父王难道不信我和大哥吗 我们可是亲眼看见他绑走了徐昭远娘娘 父王您是明君 断不会随便治人罪 行了 都别吵了 明早前 只要你俩谁先找到证据交过来 本王就听谁的 好 找就找 到时候你哭鼻子 我可不管你 陆颜良他是坏人 还是哥哥最可靠了 我给你带了一套新衣服和疗伤药膏 娘亲怕你挨饿 还让我捎来一只叫花鸡 谢谢 你能告诉我 娘亲被掳走时发生的事吗 你相信我 当然了 只要你说的是真话 破解并读取先机深沉之人的法 就是身体接触 当时我路过房间 看到一个假徐昭月娘娘 躺在地上 后来 嗯 我知道了 你等我 明早之前 我一定找到证据救你出去 我敢肯定 就是陆颜良 又迷烟迷运徐昭月娘娘 然后将其绑走的 这下证据确凿 小萝卜头可护不了她了 你们查到什么了 威儿妹妹 那根迷烟可以让我看看吗 这是我们辛辛苦苦找的 那能随便给你 威儿妹妹 给你 谢谢太子哥哥 大哥 你听不清楚自己是哪边的人 咦 你们觉得以陆颜良现在的身高 烫得到这么高的洞吗 看这个高度 用明烟的人 必定已经成年了 出不去了 谁 陆颜良 我来救你了 二公主 怎么是你 你不会真等着顾辉来救你吧 太子哥哥他们亲眼所见 是你让他娘亲受了伤 你以为他真的相信你是无辜的 现在能救你的 只有我 哦对了 这个钱是给你的 雾辉他们给你的那点算什么 只要你答应和我定亲 你不但能活命 后半辈子 还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你觉得如何呢 多谢二公主抬举 我不走 亲者自亲 皇上定不会冤枉无辜之人 蛤 奇怪 我明明按堂心说的加大筹码了 怎么还不管用 我与你定亲是看得起你 你别不识好歹 再说了 我亏他开给你的条件 哪一点能比过我 你为何这么死心塌地守着他 约定了的事 就不能轻易反复 这是我做人做事的准则 你要是不答应我 不就自财 然后跟父王说是你弄伤我 让你住九族 二公主 莫要开这种玩笑 姐姐不要想不开嘛 老鬼 你 你怎么会来 我明明叫人 明明叫人把我锁房里了 对吧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我把捕方子锁在这 以为这样就能困得住我吗 二哥好厉害 这又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藏在房梁上 我曾在古籍上见过一种秘书 里面提过 可以用蜡制成人品面具 莫非 你知不知道 熊孩子最不知让人喜欢了 你欺负我 我告诉我 莫非和父王 倒没有半点动摇吗 我与你有契约在先 钱财是小 失信是大 走 我带你找父王 还你清白和自由 太子已经把事情跟本王解释清楚了 此事确有蹊跷 陆岩良已洗脱嫌疑 恢复自由之身 谢皇上 皇爹爹英明 今日许昭岩生辰 又替本王怀了双生子 来大喜 本王宣布 封许昭岩为明妃 明日一早 便启程回宫 谢皇上 恭喜明妃娘娘 恭喜明妃娘娘 你绝不会让明妃肚子里的双生子出生 刚刚那句新生是谁 不管是谁 我一定不能让她伤害娘亲和未出生的弟弟妹妹 我又发财了 这是您的话 我按您的吩咐 请成立最好的画师修好了 以后您就是不叶城的城主 掌管不叶城的一切财富 这是不叶城的令牌 您拿着它 可以去任何一个钱庄取钱 这些送给秀儿 这些送给秀儿的哥哥紫英 这些送陆岩良 这些我自己用 哇 花钱的感觉就是爽啊 上次都怪我粗心 才把太子哥哥的话弄坏了 我要把这柄最好的宝剑送给他 跟他道歉 太子哥哥 哎 万公没你这么不争气的儿子 我 这 这是怎么了 小辉尔 你何时来的 皇后 娘娘 万安 姑娘们真是越发没规矩了 三公主来了 也不知道通传一声 我是来找太子哥哥的 辉尔一直承蒙太子哥哥照顾 有件礼物想送他 不过 太子哥哥的脸怎么了 这个是 是 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 母后身体欠佳 要多加休息 孩儿今日 便不打扰母后了 嗯 太子哥哥 疼不疼 有你这么好的妹妹关心 我哪都不疼 太子哥哥你骗人 你脸上明明就是巴掌烟 是不是皇后娘娘打你了 平白无故的 他为什么要打你 别问了 是我自己不懂事 惹母后生气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这是您亲手刻的寓印 还给您 皇后娘娘 是盼太子您好好学习 不要浪费时间做无用之物 您千万别记恨娘娘 原来我刻了几天几夜的东西 送给母后 在母后爷里 不过是浪费时间 区区十本书 给了你两天时间 你为什么背不出来 你知不知道 明妃一旦生下了两儿子 你以后太子地位就难保了 一天天文物丧志 那你送这破语印有何用 麻烦你扔了吧 请转拿母后 孩儿以后保证听她的 除了学习 什么都不做 只不过 那样的人生 还有什么意思呢 太子哥哥 太子您能想通 真是太好了 我立刻去扔 等一下 不要扔 我看这玉烟好看得很 送我吧 三公主喜欢就拿去吧 惠儿妹妹喜欢什么 哥哥下次给你买 这玉烟碎了 已经无用了 还是扔了吧 太子哥哥 我有办法让她恢复如初 一丝裂痕都看不出来 惠儿妹妹现在也学会说大话了 我没有 太子哥哥信我 好了好了 哥哥信你 什么嘛 根本没信 哼 对了太子哥哥 上次我不小心弄坏了太子哥哥的一片心意 真是对不起 这把宝剑是我惨钱买的 请太子哥哥不要嫌弃 你只管去读书练舞 两天之后我定会证明给太子哥哥看 好 哥哥等你 哥哥哥 把这些鱼全拉上来 三公主 你找这么多锦鲤做什么 我在古籍里 见过一种鱼胶的秘法 专门用来修复破损御印 你对太子殿下倒是真心 不过自从明妃娘娘怀孕 皇后娘娘脸色就不好 你还是少去免得引火上身 那我更不该丢下太子哥哥 让他独自面对那么大的压力了 我归你好大的胆子 你已经自自抓父王最喜欢的丹顶经理 他怎么冒出来的 我要告诉父王 让他神肯罚你 怎么样 怕不怕 如果你怕 我们可以来谈条件 只要你把鹿原梁送给我 那你去告吧 我确实是小狗 有什么好怕的 你 你不怕父王做你 鱼抓完了 抓完了我们回去 好了 鱼三公主 我会你等等 谢谢 还好二公主没事 不然又要额上三公主 鹿原梁头上的乱马怎么回事 他该不会动牙了 死票才去顾小那儿吧 十多年前 陆将军也曾拿过一张这样的面具来找本王 你说这是北戎皇宫的一种变脸秘书 要千万小心 莫非陆将军当年没骗本王 可是这次为何会冲着明妃和陆颜梁来呢 来人 看陆颜梁来见本王 是 我明明叫的是一个人 怎么来了仨 王上传你在书房间 我也要去 还有我 黄帝是单独召见陆公子 求求你 求求你 这些小祖宗 哪个我都惹不起啊 不过王上也没说不让二位公主去 那你能想把我抢脚 你想的美 陆王 顾辉他把您最喜欢的锦里捞空了 陆王 我就是看天热了您胃口不好 想给您做几条鱼吃 那些鱼 可是南离国进贡而来 最小生长在天湖 是荷花和草料长大 身上有花香而无鱼腥 是鱼中奇匹 是你说吃就能吃的吗 大自然界的天然活香薰 罢了罢了 罢了罢了 几只几礼捞就捞了 以后再去找南离国要一批就是了 你们俩先出去 陆王偏心 以前你可不是这么对我的 陆王 那我抓的行李 我的宝贝鱼儿没事吧 陆王 和尘过来找您 是有证实的 您还记得这个吗 那是啥 我三岁时 您亲口许诺于我的 支持我长大随自己喜欢挑驸马 用这大礼给小儿 以后爱妃 就不用担心小儿长大要核心了 记得记得 本王记性好得很 有这回事吗 本王完全没印象 今年我已经五岁多了 我决定了 我要和陆岩梁定亲 不行 爱姐这么早就担心自己嫁不出去了吗 现在定亲 恐怕是早了点吧 父王 您说对吧 慧儿说的也不无道理 你年纪还小 定亲不急于这一时 我就喜欢陆岩梁 别人谁也不要 不得胡闹 你可知道她是什么身份 她是安国公的义子 安国公视她如亲儿子 你这样的脾气想嫁她 怕是连安国公第一关都过不去 皇上抬举了 我有那么差劲吗 我的眼计天衣无缝 差点就把陆岩梁是老陆儿子的事说漏嘴了 老陆是谁 陆岩梁不是唐溪的儿子吗 苏德丽 你带公主们出去玩会儿 是 不好了 皇上 令妃娘娘晕倒了 我 娘娘胎像不闻 近日里要多加留意娘娘的饮食起居 你们俩 是怎么照顾爱妃的 娘娘的饮食起居 都是安太医吩咐严格完成的 娘娘每天饮食均衡 早晚出去散一个时辰的布 怎么会这样呢 娘亲当时晕倒的时候在做什么 当时我和暖春把锦里提回来放到鱼缸 娘娘在边上瞧了一会儿后突然晕倒了 莫非 锦里有问题 走 去看看 本王养的锦里好得很 没问题 这鱼的荷花香怎么闻着不对 鹿炎凉 你抛开它看看 是 光处 啊 不关是这个颜色 把卫士间里的小李子叫来 是 小李子 你近来可曾给其里卫士过除荷花以外的花吧 为皇上 奴才确实喂过一些 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荷花 他在撒谎 绝对不是荷花 既然是普通的荷花 你来试吃一下 鹿炎凉 你抛开它看看 是 公主 啊 荷花是这个颜色 卫士间里的小李子叫来 是 小李子 你近来可曾给其里卫士过除荷花以外的花吧 为皇上 奴才确实喂过一些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荷花 他在撒谎 绝对不是荷花 既然是普通的荷花 你来试吃一下 哎 这种东西 怎么能吃 公主 您一定是在跟奴才 开玩笑吧 哈哈 父王爹爹 就按三公主说的办 你们看见了吗 奴才 一点事都没有 不对劲 三公主 你也吃一下试试啊 快 回家 公主受惊了 谢谢 我没事 福德利 小李子抓起来 严刑拷问 务必将此事查清 是 皇上 小李子 他死了 尸体抬走 另外 去查他最近和哪些宫里的人来往 一个都不许了 是 我怕 皇帝会查出幕后凶手 给你们母女俩一个交代 嗯 我相信父王 紫色的 散发异香的花 好像在哪儿见过 找到了 嗯 我看看 是这个 南离国的圣花 千言花 千言花对动物无害 但对人有剧毒 普通人若是误实了 很快便会发疯发狂二死 他还有一股奇香 人长时间闻了 会变得呆笨 若孕妇闻了 还会生下吃傻儿 或畸形怪胎 明妃娘娘 每日散步必经荷花池 所以凶手 故意将此花 替换荷花为耳 位于井里 经过井里土纳出的香味 根本无法让人察觉 等明妃娘娘生下怪胎之日 就是遭皇上厌弃打入冷宫之时 是什么人 如此恨你和娘娘 不知道 但她敢害我娘亲 我决定三十月要把她揪出来 你说千言花对动物无害是吗 嗯 没错 你难道想 奶糖奶酪 能不能说娘亲的凶手 就靠你们了 怎么会是 皇后娘娘 太子哥哥 听说你最近四处搜罗 奇花溢草 不妨让母后看看 不许碰 千年花 白天明妃中毒之事 可与你有关 母后 不是我 孩儿怎么可能会做出那样狠毒的事 够了 不管是不是你做的 这东西留下来必成祸 现在就得毁了他们 啊 大猪蹄子怎么突然来了 你们先毒起来 竟然真的是你们下的毒 要不是小儿举报你们 本王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小儿白天路过太子哥哥这儿 亲眼看到 宫女们搬了很多见不得光的花草进来 你说 是不是你下的毒 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搜集这么多话 我今日 若不能给本王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这太子之位 就别做了 此事与太子无关 这些花是本宫哪来的 好大的胆子 明妃要是有事 这花碰也别当了 父后 你 父王别生气了 小儿知道怎么救明妃娘娘 当真 曾经有位高人 送了我一瓶可解万毒的药当生成祸礼 不过 那瓶药一直由我母妃保管 来人 去把柳妃放出来 带去方一阁给明妃解毒 是 将皇后进足宫中 让她好好反省 太好了 母妃终于有机会见到父王了 那个人 那个人戳的主意倒是有点用啊 那个人 哪个人 怪不得顾晓这么表现 原来这个傻蛋找了帮手 三公主 你看那边 房子外面暗卫重重 似乎在保护屋内什么重要东西 我们进去看看 什么人 追 堂熙师傅怎么会在宫里 我说了 你们可绝对要保密 是我偷偷将她从博业城接回宫的 你们也看到了 师傅她现在病重 又聋又哑的 我不能坐视不理 刚才那样也不像眼睛有问题 难道她是故意装的 太子哥哥 这里的千言花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你们刚刚也看见了 古迹上说 师傅身上的奇毒 可以利用千言花来治 我却试了试 为了减轻千言花的毒性 我在房子里 研究了三天三夜 总算摸清了花瓣语的安全伎俩 太子这几天没出过门 那荷堂里的千言花是怎么回事 什么荷堂 我相信太子哥哥说的是真的 太子哥哥 事情是这样的 惠儿妹妹你放心 此事既然跟千言花有关 我一定会替你调查清楚 好 我的好哥哥 全靠你了 太好了 娘亲你醒了 担心死我了 幸好你没事 不然你让我怎么办呀 楠楠 娘亲没事 不用担心 你怎么在这儿 谁让你进来的 谢天性定 皇上你看 妹妹终于醒了 爱妃你身体没啥大爱吧 是柳妃救了你 妹妹 皇上 以前的事都是臣妾的错 臣妾对不起你们 臣妾罪该万死 请皇上重重罚我 知错就好 这次你解毒 也算戴罪立功 以后就解除禁足吧 柳妃这人这么好心帮我解毒 事出反常必有要 感觉她又在偷偷谋话什么事情 看来妹妹还是记恨臣妾 我自知得不到妹妹的原谅 但是 哪怕一点点希望也好 我也想争取一下 妹妹若是不原谅我 我母女便不起来 我会在这常规不起 直到得到妹妹的原谅为止 妙啊妙啊 想不到你演起戏来还挺像样的 这一出 我在戏班子里见过 叫苦肉记 就是演的没戏死自然 躁躁了点 可惜可惜 这该死的二皇子 来搅和个什么劲啊 等我在皇上身边得宠了 第一个就是对付你 算了 你们都出去吧 本王要在这儿多陪陪名妃 哇 放烟花了 烟花好美啊 皇上 你以后可以陪我看哪一张研发吗 那当然没问题 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都会满足你 参见父王 这是儿臣 在房间里发现的人皮面具 应该对绑架案的破解有帮助 请父王过目 好 拿过来吧 这么说 爱妃遭绑架时 现场还有第三个人 贼人并非陆眼良 父王英明 我们后来细细勘察 还在房间发现了成年男子的鞋印 那么就更加证实了我们的猜想 陆眼良并非真正的犯人 犯人 估计想借刀杀人 果然陆眼良是无辜的 我真是英明啊 幸好本王当时只是在气头上 没真把他砍了 要不然 我岂不是要被婚人恨透了 父王 说不定第三个人 是陆眼良的同伙 两人合言苦肉计 骗取你们的信任呢 那就请二皇子 拿出陆眼良和他同伙的证据来 口说无凭 凡事都要讲证据 是这个道理吧 证据 证据 让我想想 一时间我还没找到 但是我迟早会找到的 皇上 臣妾想起一件事 或许能证明陆眼良 遇到过假的臣妾 快说 何事 辉尔以前不受宠 宫里很少有人 记得辉尔的生日 但臣妾被绑之时 陆眼良曾问我辉尔的生日 想必 他是被骗过一次 不敢相信臣妾是真的 所以故意试探 你说的都是真的 这么说的话 陆眼良确实没有说谎 难道皇上怀疑臣妾 为了替陆眼良开拓而骗你吗 本王信信信 爱妃快别哭了 我的爱妃们一哭我就头疼 头疼我就无法思考了 原来哭一哭就能搞定父王了 我学会了 下次父王抽插我背不出来的功课室 你用这招 我劝你最好别试 师父 我给你买的这件新衣服如何 好看 师父很喜欢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呢 谢谢头儿 你实在是太贴心了 不过王上一向不喜欢我 太子你给我买衣服 他知道的不会生气吧 原来师父担心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应该不会的 实在不行 我们来路不明 你把他画了 我不 我拒绝了他的画最好 我要他当我的师父 本王一点都不生气 本王再不尽 还有一件小棉袄呢 慧儿这么贴心 肯定不会忘了本王 慧儿 你给娘买的新衣服真暖和 我超喜欢的 三公主挑衣服的眼光真好 简直爱不适舍 只要你们喜欢就好 好担心你们嫌弃呢 为什么 他们都有新衣 本王的新衣呢 忘了 下次再带父王去吧 我是你们的亲生爹吗 陆炎良 我想去散散心 你陪我走走吧 我们去练武场找太子哥哥 好的 你们要去找大哥 二哥 刚好 我也要去 大哥最近老躲着我 我怀疑 他的魂门哪只野狐狸间勾走了 我要亲自去看看 哦 二哥你要去查岗啊 有句话先说给你听 大哥绝对没有在练武场 的西屋里藏了个美人哦 什么 一用这个闪二哥 就可以让唐熙在太子面前露出马脚 嘿嘿 我明侦探顾辉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三公主 你的表情有点猥琐呀 你必须探顾辉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师父 这个药下疗程 要做足七七四十九天 一天要泡十个小时 可不能马虎了 乖土爱 你是想为师 把皮都泡掉吧 师父小心 好啊 说好的当一辈的好兄弟呢 怎么有一股 师父 你的眼睛 没事吧 我没事 咦 怎么是师父 骨灰 你又坑老子 慧儿妹妹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 怎么都来了 太子哥哥 刚才门口就听到太子哥哥说 师父眼睛好了 我们实在忍不住冲进来了 恭喜师父重获光明 这丫头还挺机灵嘛 一下子就把事情绕走了 我家主子 就是会说话 孩子真棒 太子哥哥 以毒攻毒的法子 真厉害 妹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下次如果有时间 还想跟哥哥探讨一下 喂 丫头 你在说什么呀 哼 师父现在的眼睛 看着比师名前还亮堂呢 这孩子 话里有话 难道 师父对不起 我以为大哥屋里有贼 一时冲动就 太好您及时躲开了 不要紧 你也是无心的 我据去了千元花的一半毒性 按理说 最快也要半个月才有恢复效果 除非 师父从一开始就没失明 不对 师父没理由骗我 可如果师父真的是从失明 他是怎么精准躲过那把剑的 要不然 明天请御医 给师父把个脉 太子哥哥终于察觉到堂西不对劲了 呵呵 就是这样 看我如何把这老狐狸真正目的拆穿 太子哥哥 师父的眼睛刚好 我们先让他好好休息吧 另外可以再多派些人照顾他 以免师父又出什么意外了 对 灰儿妹妹说的对 那师父 你就先在这好好休息 我对派几个下人来细心照顾你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或者不舒服的地方 就让下人通知徒弟我 好的 我的乖徒儿 非常感谢 三公主 还真如太子说的那样 心思灵巧 体贴入微 有机会我一定要好好跟你认识认识 呵呵 师父您太客气了 那时太子哥哥谬赞了 认识你是我的荣幸 对了太子哥哥 上次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呀 有没有些头绪了呢 大家都挺着急的 灰儿妹妹来得正好 我刚准备找你过来 确实是找到了些线索 师父 我和灰儿妹妹还有些事要处理 就先不打叫师父您休息了 师父再见 再见 把人都带起来吧 太子哥哥 你把宫女们都叫过来 是要做事 我找来了所有借出过千叶花的宫女 但没人承认自己去过荷花池 也不认识那里的太监 所以 大哥你是怀疑他们在说谎 太子殿下 奴婢冤枉了 我们真的什么也没看见 什么也没做呀 奴婢冤枉了 请太子殿下明察秋好 太子哥哥 你还是太温柔了 要他们讲实话还不简单吗 正好我今天带了个宝贝过来 我家有一瓶祖传秘制的珍稀化药丸 你们吃了它 保证嘴里吐不出一句假黄 它会让人无法停止狂笑 直到含笑而死为止 俗称含笑半步颠 哇 顾辉 你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药丸 这位姑姑一看就不会说谎 要不你先给大家做个示范吧 什么 不 我不要吃 我不要吃呀 公主 懒猪塔 不能让她的陈迹 快逃 可恶 我是来抓你的 我家主子不让你逃跑 我不会让你们抓住我的 这张脸 好熟悉 好像在哪里看见过 放开我 我是冤枉的 束手就行吧 是不是冤枉的 等我们审查完了就知道 说 你是谁 为何向明飞下毒 有什么好笑的 就凭你们这三脚猫功夫 你别真的能抓得住我吗 你死吧 这宫你是假的 他会有功 人物不行 故架 快来故架 保护好三公主 快追 一定要抓到他 这个人很有问题 一定是副案的关键人物 这人好眼熟 莫非是客栈那个刺客 你快告诉我 刚才那位公子是否就是陆将军和夫人当年的儿子 我见他第一眼 就觉得他和夫人长得太像了 快点告诉我是不是呀 你你做什么 不是 你知道的太多了 可怜的蠢物 下去见你的主人吧 找到你了 啊 别想跑 到了 老师让你别跑嘛 怎 怎么是你 唐熙师父 为什么是你 这也应该不是你的真实身份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还有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果然 你比大圣朝的什么太子皇子都做 我是谁 你吃点自然会知道 听说你之前在找你的亲生父母 你怎么知道的 我有个宝贝要给你看看 我想你对这个会很感兴趣 你别想耍花招 这次 不会让你再逃掉了 不 我哪里也不去 你先看了再说 这幅画是 你看看这幅画 仔细看看 这个白头发的男人 手上的记号 为什么跟我身上的胎记一样 难道他是我父亲 这幅画 从哪儿来的 为什么你会有 莫非 你认得我父母 别着急 我一个一个问题给你解决 哦 他们追来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要先撤了 这些东西你收好 对你日后有很大的帮助 迟点 我再来找你 后会有期 喂 陆颜良 抓到人了吗 丫头你别跑这么快啊 小心摔倒了 三公主 嗯 你抓到他了 他一动不动的 好像死了 什么 搞什么呀 谁允许你把他杀了的 大哥不是说了 让你要留活口吗 你为什么不听话 以我对陆颜良的了解 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陆颜良 这是怎么回事 你可以告诉我吗 他 他被他同伙灭口了 你有看到他同伙的样貌吗 很对不起 我没看清 你怎么站在这不动 没有去追吗 你应该明白 追到犯人才是你的职责吧 好快了 我追不上 废物 要你何用 就别吵了 去搜查宫女的房间里 有没有落下什么线索吧 嗯 我赞成太子哥哥的说法 现在可不是内讧的时候 太子殿下 有新线索 我们在宫女的枕头底下 找到了信职 快点拿来给我看看 七月初五 和花池太监已买通 七月初六 千言花已投入和花池 七月十二 明妃每日过来赏花 这个笨蛋 居然把形式给记录了下来 太好了 大哥 我们有证据了 快把它交给父王 我们这就去 太好了 有了这个证据 母后没事了 皇后娘娘驾到 皇后娘娘万安 免礼 我的小辉儿 听太子说 是你替本宫洗清了嫌疑 我得好好打谢你呢 我也没帮什么忙了 全靠太子哥哥的努力 才能这么快找到证据的 不管怎么样 本宫能重获新生 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本宫给你挑了些谢礼送你 也不知道小慧儿喜不喜欢 哇 皇后娘娘眼光真好 这金光闪闪的东西 我最喜欢了 皇后娘娘真是天底下最美丽大方的人 您的心意我就收下了 你啊 真是人小鬼的 皇后娘娘 我也有一件东西送给您 什么 你也有东西送我 突然间好好奇啊 能 是这个 这个是 这不是你送的 怎么贵 完好无损 我用了鱼镖 做成了特制的浇水 将其修补完好了 可难才将它修复好呢 小慧儿真厉害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满满糊糊了 不过这枚玉燕要是再摔坏一次 就再也救不回来了 皇后娘娘千万要好好珍惜它 看来 是我错了呢 或许 本宫不该那样严厉对它 本宫知道了 皇后娘娘终于想通了 太好了 帮太子哥和他修复了跟母亲的感情 皇上 这么晚了 他会不会不敢来了 别急 我的儿子 他绝不会连这点胆量都没有 可是 当年您从陆将军身边 抢走长公主那晚 闭嘴 不可能爱上除了我以外的任何男人 再敢多说一句 把你舌头磕掉 皇上 饶命 我失策了 要不要等你们打完了 我就定了 恭喜你 是吧 现在才三月 你就把今年的KPI全完成了 你在这方面 真的是天才呀 我都比不上你 你也太夸张了 我哪有这么厉害 都是运气 还不就是靠天生自带了好运气 有什么了不起的 要是我有这好运气 我不得一个月就把整年的KPI做完 这里是 我怎么会在这 你快醒醒呀 丽儿害怕 我 你也排了 娘亲 你总算醒来了 担心死我了 这不会是我的孩子吧 长得可怪可怜的 还有这个房子 心里这么不够 有个娃真难受 不仅要煮自己的 还得照个小的 手忙脚乱了 我放弃了 养娃什么的果然不适合我 在这个时代 我也可以创业干活挣钱 他也用欧气开启报复之路 哇 好多钱 好多钱 我果然是赚钱的天才呀 就连小丽儿都不知道 家里财产具体数 我们家就一个金玉璇 最出乎意料的是 他遇上的绝世大帅哥 竟是丽儿亲爹 是了 你不记得我了 但是你谁呀 陆岩良 你来了 看来你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知道真正的真相了 没关系 既然你来了 你就能够知道真相 能让密探堂堂主下跪 这个人 不简单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难道 你是绝影阁阁主 你很聪明 一猜就猜到了 为师很欣慰 不 为父很欣慰 不愧是我的儿子 什么 我是你的儿子 你不说什么 我父亲明明是陆将军 怎么可能是你 你还是太嫩了 你告诉他 谁是他真正的父亲 陆少主 对不起 陆少主 对不起 其实 我欺骗了您 您真正的父亲 的的确确 是阁主殿下 当初属下骗您 是为了大局迫不得已 请您莫怪 哎呀 跟你说吧 我们北戎皇室的人 有一个独特的记号 那就是身上会带有 独特的花形胎记 你看见他 就犹如看到北戎皇室的人 当年 我只不过是北戎的一个 最不被重视的皇子 人人都觉得我无用 没有人理睬我 没有人关注我 我落魄得犹如一只 到时候 你回京拿到兵权 我在外派兵围攻 咱们只要理应外合 灭了大圣 北戎 就能取代大圣 成为最强之国 王上 这么重要的计划 怎么能随意透露 万一路炎梁他不肯从了 我们可怎么办呀 他是我的亲生儿子 有什么好避讳的 我的儿子 还会跟老子作对吗 梁儿 你愿意和我父子联手 为你母亲复仇吗 一起灭掉这个摧毁 咱们一家的狗贼大圣 是谁呀 一大早的吵着本姑娘做美梦 快进来吧 陆炎梁 你怎么在这里 还有你背着包袱做什么 你要去春游吗 三公主 我已向明妃娘娘 请辞示威仪 特意过来向您告别 啊 什么 你好端端的 为什么突然要走 是嫌弃工资不够高吗 还是我平时对你不够好 三公主 你多虑了 大圣的边境战乱不断 现各处都已贴出征兵告示 我已到了入伍的年纪 打算去报名参选 看起来好像并不开心 好像另有隐情呀 这小伙子 难道是受人胁迫 哼哼 看来我要使用那一招了 哼 不行 你不能走 陆燕良 你不在 以后谁来保护我呀 我外边这么多仇家 个个都像恶狼一样盯着我 恨不得把我吃掉 要是没了你 我绝对死定了 所以你不可以走 趁他心神不宁 我试试读心术 三公主放心 等边境战乱一结束 我便来看三公主 对不起 三公主 等我解决完该解决的事情 再回来找你 我实在有事情 必须去解决 诶 读心术真的起笑了 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啊 非得辞职去做 三公主 再见 贵儿姐姐 大方二宝 你们怎么了 不是跟你们说了 不要跑这么快 不知道很容易摔跤的吗 贵儿姐姐 五哥和六哥 说我和弟弟是临近端午出生 骂我们是给大圣带来战乱的灾星 然后我一拳揍了他们 就是 这种乱说话的家伙 必须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我们不是灾星 不许欺负我弟弟 你俩出生时就天象意乱 紧接着大圣战乱不断 还好有陆将军和铁将军镇压边境 都是你们害的 我要灭了你们这两个灾星 乳秀未干的小屁孩 看谁先灭谁 给我帮你拉住他 你快反击 最后你打赢了没 我当然打赢了 好样的 赢了就好 不愧是我弟弟 给你十分鼓励 乌龟 你给我出来道歉 五皇子六皇子 这是怎么了 还不是你俩弟弟干的好事 赶紧道歉 不然 我就去找父王贫礼 贫礼 好啊 正巧我也要去问问父王 问问是谁在宫中散播谣言 说我的大宝二宝是灾星 我 我们可没说过 说没说过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怎么是 这个也是能试的吗 小鹿 你如此年少 便平定了边疆 被皇上封为将军 这是何等的风光啊 全京城的贵家小姐 打听到你最近回京的消息 近几日都在安国公府外排着队等你呢 谁说我要回安国公府啊 你不回安国公府还能去哪啊 去见一位故人 一个我非常想见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这是真心话要玩 你吞吓它 若你说的是真话便什么事也没有 若是说假话 你便要长穿肚烂 就问你怕不怕 你骗人 这种骗小孩的东西我才不怕呢 你不要以为随便造个小故事就能吓唬我 不计小人过 这次我大度点放过你们 下次你们就没这么好运了 小姐姐 留弟弟 我们走 姐姐好厉害 我对姐姐的仰慕之情 越发深沉了 一窝蠢蛋 走晚一点 我定要给些颜色他们瞧瞧 这么多年 三公主还是喜欢这场 是谁 好熟悉的声音 陆颜良 你回来了 父皇不是说你下个月才到京城吗 怎么提前回来了 也不跟我说一声 下个月回 便赶不上三公主三月二十八的生辰了 所以便提前日期回来 三公主 我给您带点礼物 小小的心意 还有礼物 你就是那个年纪轻轻 就被父皇封为将军的陆颜良 嗯 你好强 我喜欢 姐 你抓住他 快别让他跑了 不如让他做我姐夫吧 我想要一个这么强的姐夫 啊 你傻呀 同言无忌 他不是那个意思 什么嘛 明明姐天天提起陆将军 真是口是心非 我不介意 他是不介意二宝乱说话 还是不介意什么 哇 好多钱 这些你真的打算钱送给我吗 你哪来那么多钱 平平边将时立了战功 皇上赏了 还有一些我以前打工散了的钱 钱在这了 只要三公主开心 都送你 我是喜欢钱 不过你全送我 你岂不是没饭吃了 我会有些过意不去的 不麻烦 一点不麻烦 来我家吃 天天来都行 未来解封 这怎么好意思 太麻烦你们了 那好吧 这些钱 就先做我一部分补偿吧 三公主 对不起 以前一走了之 是我的不对 你们去跟娘亲传话 是陆公子来了 嗯 这些钱 恐怕不只是生辰礼物 那么简单吧 陆岩良 你老实告诉我 你想做什么 陆某需要三公主 配合我演一场戏 什么戏 三公主 可还记得唐熙 我记得 你去边疆后没多久 宫里便突发火灾 她在宫中被大火烧死 尸骨无存 怎么了 突然提起她 难道是跟她有关的事情 唐熙没死 她是北红的皇帝 一直利用唐熙的身份 潜藏在大圣 接近所有人 我知道三公主 一时半会儿无法相信 我信 不过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因为我在边疆 遇到了我娘亲 是她让我来找你的 不知道为何 娘亲特别相信三公主 一直叮嘱我 要跟你解释清楚 神经原委 天啊 你娘亲还活着 不是很久以前 去世了吗 这些年 她为了躲唐熙 无息自毁容貌 她告诉我 陆将军才是我的身份 而唐熙 是真正情寿不如的畜生 当年 娘亲是自愿和陆将军成了亲 但唐熙那个畜生 爱上了我娘 将我娘从大圣骗回北红 囚禁起来 除了我 谁也不愧得到你 娘亲在来北红前 早已怀胎 为了保住我 她委屈求全骗唐熙 我是她俩的孩子 娘亲在低血验亲时 请人造了假 所以这么多年 唐熙对我的身世 深信不疑 一直以为 我是她的孩子 你娘亲请的造假人 莫非是 那个人 是我的父亲陆将军 后来他们夫妻两人 带着我在你外婆的帮助下 成功逃离的北红黄国 你外婆 是我陆家的大恩人 多亏了她 冒险潜伏在唐熙身边 接应我父母 但父母亲还没来得及 告诉恩人换铁的真相 陆家便便免闻了 难怪外婆搞错了 陆炎良的身份 那你下一步有何打算 唐熙她残忍暴力 自从她当上北戎皇帝 便四处挑起战争 弄得两国边境 百姓家破人亡 我想将北戎皇位抢到手 好 你想做什么 我都答应你 我支持你的决定 这是我做将军 皇上赐我的兵符 我也交给你 这么贵重的物品也给我 合适吗 她把所有钱都交给你了 看来你们很有戏啊 只是暂时代为保管 娘亲 您可不要想太多了 小鹿 明天路山很多人祈福 你带南南出去逛逛吧 只要三公主愿意 不管去哪里 我都可以 她当然愿意呀 小鹿十年都未回京了 南南你多带她出去逛逛 逛不够一天都不准回来 能在外面过一宿 就最好了 娘亲 你怎么这样呀 尤其是路山上的寺庙 听说灵验得很 好多人都去那儿求姻缘呢 是吗 我要求神仙 赐给我好多吃的 和香喷喷的媳妇 还有数不尽的钱财 没稚气 竟想着好吃的和女人 做人 还是要有长远的目标 这是我在边境 给你们带回来的小礼物 小小心意 希望你们会喜欢 哇 我最爱的食谱秘籍 这礼物也太有心了 陆哥哥 你以后住我这儿吧 我供你吃喝 太好了 这是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的藤剑图 陆哥哥你也太厉害了 我宣布 以后你就是我老大 小鹿你太客气了 你来就来嘛 带什么美容极品天生雪莲 娘亲 你就不用客气了 一看你就很喜欢 娘娘喜欢就好 儿子 你终于拿到大圣的兵符了 由我们父子联手 这次 我们一定能够将大圣覆灭 这是北戎的兵符 爹一直想亲手交给你 现在想想 你如今如此得力 而我也差不多到了退休的年纪了 是时候交给你了 皇上 此时将兵符交出去 为时过早 按约定 皇子胎差最后一道考验 他要杀掉大圣的三公主 请皇上三思 没事 等明日 我杀了三公主 再给我兵符不吃 不错 不愧是我儿子 二宝 我们已经落下很后了 为什么这次我们不能走在姐姐身边 我是该说你傻还是说你不懂事呢 这你也不明白吗 唉 你还是别说话了 我不想听 顾安皇子 顾城皇子 真的是你们 好巧呀 在这里居然能遇上你们 你们怎么出宫了 是徐姑娘呀 好巧哦 我们还有陆哥哥 一起陪姐姐来寺庙祈福 等等 你说的陆公子 难道是陆颜良 糟了 难道三公主要出事了 她若死了 我很快也会失去金雨薰的庇佑 不行 我要去阻止她 是时候了 陆颜良 动手 三公主快跑 有危险 徐姑娘 你怎么在这里 陆颜良 你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三公主 对不起了 三公主 三公主 你没事吧 三公主 你快醒醒 回来姐姐 事情解决了 我早就说过 我儿子值得信 王子下手果然快准狠 以前属下都有得罪 请皇子宽恕 没事 你也是为了北戎着想 这个也送她吧 都怪我没跟着姐姐 保护好姐姐 姐姐 我一定找到她 为你报仇 无论听到任何动静 都不许进来 陆颜良 不管你害了我姐 我们跟你拼了 要怪就怪你姐姐 不识好歹 处处与我作对 寺庙已经被我们 北戎占领了 此刻我已派 北戎最强的一支 精锐士兵 穿上大圣士兵的衣服 前往皇宫 屠杀你们 卑鄙小人 谁死谁活 还不一定呢 姐姐 姐姐你没事就好 我以后再也不让你生气了 我以后的鸡腿 第一口给姐姐吃 你不是死了吗 我亲眼看到 我儿子将你刺死 我不死 怎么引你上钩呢 我们不过是学了一点 你的骗术 再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儿子 过来 杀了他 我不是你儿子 我是大圣朝 陆将军的血脉 不可能 我不信 这是我娘亲给你的 她的字迹 你应该认得 这个字是她 她竟还活着 啊 赤 OK 那 像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